猎海王怎么也没有想到 传承了四千多年的华夏武术 在一个只会蛮力的原始人面前 却显得那么无力 四千年和两亿五千万年相比 还是太渺小了 此刻猎海王被愤怒支配了大脑 甚至用出了毫无章法的旋转乱权 因为他不想让传承了 四千多年的武术文化 毁在自己的手里 如果要输也只能是他列永洲一人 然而他所学的武术 已经深深地刻进了骨子里 面对皮克发起的攻击 他竟然下意识地用武术来抵挡 就在这时 突然一道声音叫出了列海王的名字 在他的身后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金色虚像 而这正是列海王的武术意志 金色意志告诉列海王 虽然你放弃了武术 但武术并没有放弃你 不要把四千年的武术历史当作一种压力 要相信自己 把一切都交给身体 得到了金色意志的启发 列海王又重新燃起了斗志 再次面对皮克发起的攻击 列海王熟练地使用武术开始反击 剑此皮克向列发起了更加猛烈的攻势 而此时的列已经抛下了列永洲的身份 现在的他是比任何人都要相信自己的列海王 紧紧一击 皮克就被打倒在地 剑此场边观战的三人瞬间变得兴奋 然而就在德川以为皮克被打败的时候 却没想到这足以使人类脑震荡的一体 对皮克却没有丝毫的影响 因为皮克的身体构造极其特殊 他的脊椎和普通人的明显不同 不但粗壮而且强韧 这种脊椎构造只能在大型的四族动物身上 才能找到类似的结构 换句话来说 皮克在两亿年前一直是依靠四族行走 而从古至今武术的招式对抗的只有人类 如今面对四肢行走的缘缘 列海王究竟能否带领他的武术走向4001年 此时皮克四肢着地 再次摆出了战斗的姿态 见此列海王也不由地开始紧张起来 因为这种前倾的姿态 就好像百兽之王狮子即将发起进攻时的姿势 这个姿势只能向前突进 绝对不会向后跳或者向一旁躲闪 看来皮克已经做好了冲击的准备 既然如此 列海王也决定不再保护 他使出了像争着功夫的武术崩泉 随即列海王摆好架势 准备正面硬刚皮克这全力的一击 下一秒皮克就如同炮弹一般向列海王走去 紧紧一击 列海王就被撞飞到墙壁彻底失去了意识 传承了四千年的华夏武术还是败给了冤世 此时皮克也留下了激动的泪水 因为他已经恶坏了 眼看着皮克一步步地向列海王走去 德川终于绷不住 他无法接受列海王被皮克吃掉 德川大声地呼喊着皮克 难道皮克真的打算将这个意志 暗念他的男人吃掉吗 可没想到皮克反手一巴掌就将德川拍飞 对于皮克来说 吃掉对手才是对他最大的认可 皮克流着眼泪张开大嘴 此刻他的内心是无比的悲痛 就在这时 爱因斯坦博士出手了 看来在麻醉剂下众生平等 因此列海王也保住了一条性命 等列海王再次醒来 他已经失去了一条左腿 可列海王并没有为劫后余生感到清醒 有的只是自己没有遵守诺言的懊悔